作曲 李宗盛 我觉得这一次Elite系列 就是它手感非常的好 然后我后来仔细看了一下 就是它在高把位这个地方 就是它这边琴声有 好像削得比较下面 然后所以在弹高把位的时候 就是高的格数 手很容易就下去 通常的单线圈的实音器 就是很多杂音 尤其是我在舞台上 那个灯光很多的时候 其实那个杂音就马上就被pick up 就是收起来 那因为今天在录影 其实灯也蛮多的 但是打开其实是没有杂音 这个对演出我觉得是非常 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 它为了要剪低那个杂音 反而如果说以前的那个tone不见的话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这一次 就是它完全都还是保留以前的 那个老的tone 就是老的fender 那但是很特别的是 它除了这些老tone之外 它这边还多了一个s1的switch 然后我刚才试了一下 就是除了这原来的五段的声音之外 它其实还多了另外五段 它现在总共有十个声音 我还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 因为我常常在舞台上 我会做一个像音量有一点 从小到大的那种情绪 那这次一粒系统 它的那个就是旋钮的系统 它上面都有一个指滑电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手指很容易去控制它 而且很重要的是它 在小声跟大声的那一个 每一段的那个声音是非常灵敏的 所以小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tone 然后大声的时候它又会有另外一个tone 但是它的表情是很灵敏很敏感很sensitive 它是很灵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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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灵敏感